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不起 我 我 你把我那么急叫来 不是听你结巴的吧 别 可能是我一时糊涂了 也可能是我 不 是你平常对我有些冷漠 所以我 总之我 我对不起你 怎么了 吴辰 我从来没看见你这样忏悔过 出什么事了 那是因为 我 我 因为她吻我了 小慧 女人最恨男人不像男人 敢做不敢为 是最没有出息的 碧月 我已经想过了 我和你的本质是不一样的 不仅性格相反 而且品格志趣完全相异 除非我们俩永远相互迁就 要不然总会有矛盾出现的 可是迁接又不是我的性格 所以让我会特别累 小慧 你说什么呀 我知道我那天一时冲动 我把你的手机砸坏了 我给你道歉 我给你买个新的好不好 你别说什么和呀 分呀的好不好 不可能 你现在是道歉呢 可是当原则需要你对我发脸的时候 你还是会发脸的 你就是一只精美的人生瓷器 容不得任何瑕疵 因此 你在人生舞台上 你是理想化的 而不是现实化的 当你的朋友的行为与你所戴的生活面具产生冲突的时候 你宁可选择的是面具 而不是朋友 你一直为你的表现做了最好的角柱 小慧 今天吴晨把你约出来 我估计他是不敢对你说实话 所以我就不请自来把事实真相告诉你 你可能会不太高兴 但我还是要说 就是为了打破你的面具 吴晨他吻我了 是他自己主动吻我的 好了 就这样吧 你们慢慢聊 陈姐 我用假枪抓过好几个小偷 真枪我还从来没摸过呢 停止传来 不许动 没清 枪口不许电人 躲开 大家注意了 除非发生了公安部 1996年关于人民警察使用武器和警戒的规定的情况 在任何一个情况下 枪口永远不要对准人 作为一个人民警察 这一点你们一定要牢记又牢记 这些人都要牢记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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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牢记 这故 몰�兴apolis 2 2 2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发现那小子不止一次对我们韩羞撕咪咪的 有一次我在街上发现那小子居然以什么紧密联系卡来交换 我想韩羞不可能没有他电话号码 是这样 有道理 黄教官 你去看看他们练得怎么样了 没事 正举着枪呢 我的目标啊 要单手锯枪四十分钟不发抖 这就是我的目标 不是 我有点身体不太舒服 想休息一下 哦 这样啊 行 队长 我给你拿点药过来行吗 不用 你先去吧 辛苦啊 谢谢 直到吴城 直到吴城主动吻了叶小慧之后 碧月心情并不好受 一个是好朋友 一个还是名义上的男朋友 他或许也谈不上多喜欢吴城 但这件事情还是给了他一定的打击 也许情感浓烈的詹有欲 在即将失去的时候才显露出来 你 偷什么懒儿 静芹 手抬高一点 Kait� 瞄准了别乱动 拿好 抖什么抖 对 对 谢谢 坚持啊 屁事 坚持 快动 对 追上 继续坚持啊 不能动 阿修 怎么样 任何事情要一步过来 队长 你看我这剧枪动作对吗 不错 不错 阿修 肩脾太高 强势要正 队长 你只会表扬我 其实你应该更加严格要求我 是 是 阿修 你有没有前锋的电话 前锋 队长 你怎么知道我有前锋的电话 知道 我当然知道 你能不能给我 我找他有点急事 13908455758 好 谢谢你 阿修 你听说 也挺熟的嘛 这个号码本来就挺好记的 那我的号就难记吗 黄教官 我以后保证一定记住 我的号还需要记吗 我的号还需要记吗 黄教官 我以后保证一定记住 比较教官 比较溟 好 那个 也要为 坐山也要为 10块钱呢 好嘞 行你稍等一下回去找好吧好嘞 坚持住 你小飞的呼吸啊 你小飞 放这儿吧 你父亲来了 在这穿搭室来 去看看吧 嗯 好 大家休息十分钟 爸 爸 你怎么又跑来了 给我留点面子好不好啊 我们在训练呢 老往这儿跑 搞得人家以为我 我没长大 你本来就没长大嘛 什么事快说吧 我得去训练呢 小飞 爸爸有点文展的事 就请你帮个忙 帮什么 爸爸现在手上的工程啊 已经到了关键的一步 就是卡在一个人手上 谁 毕与他爸爸 爸 你是做房地产开发的 应该和管土地的人打交道啊 跟毕业他爸有什么事啊 你说的没错 可是国土局 也会是这种我领导啊 国土局的武剧长说 只要毕业他爸爸 一个电话 一个条子 他就能批我 我这关键过去了 毕业跟你是好朋友好战友 这个忙他一定能帮 你让他回去跟他爸爸说说 通往一下 我这关键过去了 完了 什么完了 我跟毕业已经掰了 掰了 嗯 为什么呀 不为什么 人哥有志呗 你这孩子呀 你气死我了 这下完了 这可是几千万上亿的大工程 你知道没 爸 你以前做什么生意我不知道 我也不想管 可是我认为你应该走正道 你这样托人找关系 请客送礼的 这是贿赂行为 你知道吗 行了 不用你教训我 没有我整天请客送礼 东奔西跑的 你老人家那么多钱花呀 爸 请你不要把自己对金钱的欲望 加我头上好吗 我可以花钱 我也可以不花钱的 行了孩子 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了 你才当了几天警察呀 你以为你是谁呀 你还是一个归金如土的大小姐 没钱不行 没钱一天你也过不去 考虑考虑吧 气死我 我去做的 你自己还是一个人 大小姐 刘师傅 队长 队长 你看修大爸 我就是为这事来的 这可怎么办呢 你先不要着急 我们大家一起想办法 哎 修 修大爸 修大爸 爺爺,爺爺,我要告上学位,让他买些训练。 我听你的,我听你的。 让我学位一定找到剩前的人,要好好谢谢他们的。 我从来没怪过你,我从来没怪过你。 你,我从来没有怪过你。 救他吧!救他吧! 救他吧! 韩师傅终于走了。 妻子的凹头大哭也唤不回他。 直到最后一刻,他最放不下的依然是寒羞。 作为一名卑微诗意的下岗工人,他曾颓废度日令人不满。 但作为一名父亲,他却是为女儿付出所有的汗水。 在救下小女孩的那一刻,也许他想到的是寒羞小时候的样子。 我听黄老师说你病了。 我没事,真的没事。 你没事怎么会晒倒? 来,我扶你起来。 不用,我自己能起来。 别让大伙看见,我没事。 冷若冰则不断地在想,该用何种方式向寒羞说起这件大事。 几个月来,他看着这名内向懵懂的女孩子成长为一个合格干练的女特警。 他也知道,寒羞平日冷漠的外表下,蕴含着炙热的情感和对家人的关爱。 他决定,暂时对寒羞隐瞒这件伤心的事。 算了吧,要不今天晚上咱们就不看了,到寒羞那里学电脑去吧。 诶,寒羞,你是去危机房吧? 嗯,我想把黄老师上课讲的那个手枪动作设计成一套动画软件,这样大家学起来就更方便。 那好啊,咱们去吧。 哎呀,算了,你们就别去了,特耽误时间。 诶,你们怎么不看电视啊? 天线坏了。天线坏了?嗯,怎么可能?来,我看看。 韩羞。 诶,你们干什么? 他们说天线坏了,我帮他们看看。 不看不看。 诶,韩羞啊,你不是要设计什么手枪设计软件吗? 别耽误你时间。 诶,黄老师,看看电视天线能耽误什么时间啊? 这么大惊小怪的。 是不是想跟我们韩羞单独说什么悄悄话呀? 没勤。 是啊,要说就说嘛,何必找借口呢? 你,有事儿,工作上的事儿。 黄教官,你这不是此地乌银三百两吗? 害羞。 怎么了? 黄教官。 我们大家,谁也不能把这个突发事件告诉韩羞。 这不仅是他父亲临终时的遗言,同时也是他母亲的要求。 能瞒一天是一天。 现在训练正在火头上,如果他知道这个消息呢,一定会影响到他的训练。 是的,这事儿不能告诉他,不然的话,对他打击太大了。 可是,只包不住火,我们不可能瞒他一辈子,对不对? 是啊,迟早都要知道的。 别瞒他了。 是咱还问他说吗? 不,我觉得不应该瞒他。 诶,韩羞,你早来了。 我们开电脑不影响你吧? 没关系,没事的。 喂? 五姐。 你怎么乱给别人起名字? 什么事儿,快说。 看了今天晚上的新闻没有 对社会的反省很大 我们天气坏了 根本看不着 这不是借口啊 分明是对国家大事不关心 这条新闻啊 很感人的 你看看吧 好吧 我会注意的 我正在网上下资料呢 不和你说了啊 喂 你可以在网上看 网上有很大的文章 大量的爆料 好吧 说那谁呢 肯定是吴冕之王 我觉得那小的长得挺帅的 可以考虑 记者可都很花心的 再花可都没有导演花 什么眼睛说 好吧 我马上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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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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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韩羞家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 现在他爸爸又遭到了不幸 家里的生活条件一定会非常的困难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请您转交给韩羞 算我一份 队长 是我的 队长 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 还有我的 下来回 这是我的 这件事 我们还是委托黄教官办理吧 是 我想此时韩羞最需要的就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温暖 为了减少他的痛苦 我们大家一定要保守秘密 让他知道的越晚越好 教导员 我 还有黄教官 都去过韩羞的家里 也了解他们家的情况 也要求他们家的情况 韩羞从这么样一个家庭中走出 成为一名人民警察 一名女特警 是很不容易的 我也见过 韩羞的父亲 卑微的外表后面 有着一颗高尚的心灵 倔强的眼神中 涌出对生活的热爱 韩羞 队长 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韩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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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战友 谢谢队长 对我父亲的评价 我知道 他如果听到这样的评价 一定会高兴地跳起来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 在我们这座城市里面 到处可以看到这样的人 他身上也有很多坏毛病 一度因为下感二气内 他酗酒 甚至打过妈妈 但是他北一让我敬佩的 就是他的政治 去的入队考试的时候 我怕比不过比喻 就耍了小动作 当时他狠狠地教育了我 他说 我们可以不是胜利者 但永远都不能害人 我知道 昔羞 绝琴 怎么搞的 激发啊 我怕想 我准备了棉花 高蜇山 如果前面是歹徒 他不敢开枪 你敢塞棉花吗 文青 开枪 不然的话 我罚你单手拒枪二十四小时 今天给同学们讲解的是 七九十冲锋枪 国籍 中国 枪身全长 七百四十毫米 枪托折叠 四百七十毫米 枪管长 二百五十毫米 弹架容量 二十发 有效射程 两百米 枪身全重 一点九千克 现在给大家讲解一下 枪身的分解 首先 打开保险 卸下弹夹 追上枪盖 卸下腹肌黄 然后是 卡山 最后 击针 在我们局里 设计方面 有两个大王 一个是手上大王 就是本人 另外一个呢 就是冲锋枪大王 那就是我们的冷队长 现在呢 我们就请我们的冷队长 给我们做一次 冲锋枪的十弹设计表演 你们队长可真帅 自动步枪的巨枪要雷 有两句押韵的对局 非常好记 正莫得听他 不顶又不拉 韩兄 你打得太好 就是很棒 真是很不错 兄 有教官给你辅导一下 就是会这样 队长 看来我们寻找的狙击手 就是韩修了 对 通过他的所有设计成绩 他是最棒的一个 你们二位加把劲 迅速地把韩修胖胖样张 遗留的狙击手 包在我身上吧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队长 你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你的腿都烂成这样了 你为什么不到院里去 你不要腿了吗 我也不是没治过 这不是一天两天能治好 来帮我一下 来我来 很疼吗队长 没事 接着摸吧 我听教导员说 你腿上这个伤 是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被歹徒治伤的 教导员把这些事都告诉你了 教导员告诉我你好多的事情 队长 我怎么了 你平常说话是很爽快的 今天怎么就说了半句话 队长 我走了 也好 早点回去休息 明天你一进到医院里边去 好好把腿看一看 我陪你去 训练这么紧 我怎么能耽误一会儿时间呢 我自己会去 那我走了 月 一定要注意 也告诉大家 我知道 冷若冰在上腰的时候 被碧月发现了他的腿伤 碧月的心疼得都快蹦出来了 这哪像占有的感情啊 这分明就是一种恋人间的关爱 情感流露 队长 很多话我说不出来 你的心就像这支笔尖 是金字做的 当那天你问我 带给你什么礼物的时候 就有这支笔了 今天才鼓起勇气拿出来 你的学生家战友 碧月 不可能 这八根子也打不着 含羞端着狙击枪 一直瞄准远方的靶心 黑暗 似乎对他毫无影响 坚硬的枪身 与冰冷的触感 迫使自己冷静下来 但压抑不了泪水 李信告诉他 父亲的离去 他得坚强面对 但心底 他多么渴望 能有一双温暖坚定的手 扶持自己 不 我不累 可是 你的心情 要不明天还是回家看看吧 不用了 黄老师 越是在这个时候 我就更应该坚持 你一定要帮助我 可是你这样练下去是没有质感的了 因为你的心情完全影响到了转型 我看 还是明天再练吧 黄老师 对不起 我会继续练下去的 而且一定会练好 只有练好了 才能对得起爸爸 才能早一天 见到我妈 遥 别 lasting 优优独播剧场—— Olyst 笑什么笑 我跟你们说 眼睛练不好 到实际上会吃亏的 到现在还开玩笑 老师伯 对张 注意一下态度 你这么安排 他们肯定是练不好的 那个怎么安排 碧月 梅琴一队 叶小慧 陈静一队 张一华 韩秋一队 其他的人 自由组合 下面我们学习第二节 自动步枪的狙击 瞄准 激发动作 要点详解 一 狙腔动作的要点 通过前一段时间的苦练 队员们的体力 基本上已经达到了一个标准 同时 也掌握了一些基本的技能 现在已经到了 根据警务不同任务 进行情景演练的时候 说到情景演练 为了适应国际社会 不断变化的这么一个复杂形式 我们应当把 反恐 防暴 人质营救 以及武装保卫等 特别警务战术 作为我们的演习的重点 因此 除了继续发扬 我们自身的训练经验之外 我们还应该大胆地借鉴 国外同行的先进经验 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 加以改进 创新 使之成为我们自己的东西 放在各位面前的这份 战术训练大纲 如果大家没有异议的话 我们就准备上报局领导审查 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 队员的技术特点 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使他们在战术情景演练中呢 更好地为他们定位 大家发表一下意见吧 001011 请马上到三号地区 请马上到三号地区 有严重事态发生 有严重事态发生 哎 啊 我是 什么 三号地区 好 我马上来 徐领导 看了你们的战术训练计划 认为很不错 尤其是对于你们 大胆地借鉴 国外特警训练计划的做法 表示支持 离国际经贸洽谈会 没有多少日子了 为了让你们充分做好准备 菊领导指示 在女子特警队中 挑选出15名精英 专心演练 务必保证 在国际经贸洽谈会的时候 能拉得出去